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6月29号 也就是日本大阪G20峰会要结束的这一天 那么今天呢我得到两个呢很不愉快的消息 第一个消息呢就是香港有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 她留下了反送中内容的这个遗书之后跳楼自杀了 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 因为很多人啊用自己年轻的生命 去搏击中共这个专制的政权 我真的很痛心 我希望所有那些反对中共独裁专制的人 千万不要以死去抗命 因为中共这个独裁专制啊 它对人民的生命是麻木不仁的 死多少他们都不会影响 绝不会因为就是你死了以后 他们就有丝毫忏悔 林郑月娥她赖的这个位置上不下台 是因为习近平要她死扛 因为习近平如果要叫她下 分分钟就可以下 但是习近平要叫她扛 她就得扛 因为林郑月娥这个位置不是她自己要当 而是习近平要她当 林郑月娥她下台不下台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共产党下台 所以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 用自己的生命去搏 太不值了 我真的十分的惋惜 我希望香港的抗中运动啊 大家要走上一个健康的理性的抗争 也就是嘛 把诉求上升 行动上如果现在不能够再达到 向两百万人的规模上街 我们就应该把诉求上升 也就是嘛 要求香港真普选 让香港市民每个人一人一票 选举他们的特首 选举他们的立法会会员 香港真正实行香港人民自己管理 这是香港人民追求的唯一的光明之路 只要在中共的控制下 随便你变换什么花招 中共最终只会蚕食香港人民的自由和民主 第二个不愉快就是这次中美大阪的谈判结果 也就是川普和习近平他们的团判有了新的结果 这个结果出来了以后呢 双方呢都认为自己赢了 中共呢又宣布呢 他自己呢是最大的赢家 美国呢认为呢 他们也赢了 美国认为他仅仅是有限度的承诺了 把华为的问题留到最后 对华为呢可能会恢复 对他的供货 同时美国保留了已经增加的 这两千亿美元的关税 谈判呢又回到了上一次毁约的那个起点 那么继续谈判 中方呢承诺了修改法律 进行的结构性改革 川普承诺 华为呢可以呢购买美国的产品 但是华为讲停留在美国的黑名栏里面 别的呢没什么太多的变化 中共一贯的战略啊 就是他的谈判方式都是争取停 准备托 然后耍无赖 中共通过这种手段呢 这么多年来忽悠美国呢 已经不是忽悠一次两次 中共是只谈不签 签了可以讲也是白签 然后中共呢就不断地对各种谈判呢 然后回到中国国内去制造 中国是最大赢家的这个胜利成果 给老百姓洗脑打气 中共 中共它仍然向美国继续承诺 它会购买 大量的美国的农产品 猪肉产品 红的川普和川普的选民开心 但是中共是不会兑现的 中共只会选择 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买一点 制造一点欢乐的气氛 中共满足川普的所谓的要求呢 也仅仅是水巴上搜索 什么修改法律呢 结构性改革 中共能做还是不能做 我可以讲天底下每一个人都知道 中共绝对不会做 所以这次谈判呢 很多人都很失望 但是你们一定要看到 华为的死活呢 实际上是一直攥在川普的手里面 之前华为是完全净硬 任何美国公司 都不允许跟华为有任何生意往来 现在呢 是可以给你们华为呢 卖一些产品 但是卖什么 没有说 你看卢比奥的推文就这么说 卢比奥的推文就说 简单的技术肯定不会卖 当然了 对华为来讲 也没有哪样 不是捐单了 只要是美国的产品 对华为来讲 都是简单 华为搞不出来的就是简单 那么坊间还有一种传说 说是可能会撤销 孟晚舟的引渡 换回加拿大的两个人质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以后美国就不用再引渡中国人了 中国只要抓几个引渡国的人 你美国随便请哪个国家帮你引渡 中共一看他的人被那个国家抓了 就把那个国家人一抓 然后最后你美国就放人了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帮助你美国做引渡吗 放出这个消息呢 是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从这次整个大阪峰会 它连着三天 这个虚假的信息 就让我对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爆料 已经完全不信任 我认为华尔街日报 尤其是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版 我认为完全是给中共大外宣已经俘虏的 所以华尔街日报放出的这个信息 我个人认为就是孟晚舟会被失望的信息 我个人认为不实 但是呢 川普有没有可能放弃对孟晚舟的引渡呢 川普如果这样这样做的话 那他就变成一个 只是拿加拿大当枪使 彻底出来加拿大的人 如果川普这么去做的话 谁还敢跟你川普合作呢 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 川普会实行于天下的 2020年大选 川普还能够想办法去竞选连任吗 所以我认为我们大家不要欺人忧天 这么大这么大的印伤 你我都能知道 川普和他的团队不知道 就算川普不知道 他的团队也糊涂 难道想抓他把柄的那些民主党人不知道 那些每天都在攻击川普的民主党的那些党派的人都会不知道 包括参议员卢比奥 他马上就对川普愿意放松华为制裁打击的事 非常不满 所以说卢比奥马上就发推文就说 如果川普这么做 他会推动一个议案 在国会推动一个议案 这个议案就是保证对华为制裁的这个设施 一直要持续下去 绝不因为川普随便的个人改变 就是总统改变也没用 卢比奥要推行一个议案 那么我们反过来就说 川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川普这样做 有没有他的原因 我觉得川普呢 他需要时间 因为规模越大 布局和较劲的时间就越长 美国在不断的压缩中共活动空间的时候呢 要留出更多的时间 让川普布局 让美国的企业呢 尽量的呢 能够撤离大陆 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 在中国投资的这些企业 他们如果撤离大陆 是一个整个产业链的整体前移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它相当的费时间 大家要算一算 从去年贸易战打响 到现在一共就一年多 这么一年多里面 只有一些小企业可以很轻易的撤出 一些大企业它即使要撤出 它自己的结算 厂房的搬迁 设备的移动 以及上下整个供应链的整个前移 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所以说呢 川普他不断地在制造这个气氛呢 就是给大家呢 有一个准备的时间 川普前两天已经专门点名了 让大家把企业呢 迁到东南亚 尤其指的是越南 它实际上是告诉大家 一个迁移方向 等大家把企业 基本上从中国撤的差不多了 那时候川普再打击的时候 美国企业和西方国家 盟国的企业 受到的损失就小了 所以你不要认为川普那么蠢 中共所谓修改法律 征收美国协议的可能性 几乎是为零 川普真的不明白吗 我们都能明白的道理 川普和他的团队 怎么可能不明白呢 你回忆一下中美之间的谈判 刘鹤曾经对川普 听口保证过 说每天要跟人家买500万吨大豆 如果按照样买法的话 那美国的大豆早就给买光了吧 先不说中国签了贸易协议 能不能执行 留和买大豆的这个保证 到今天都没有落实 所以说川普他能相信中共讲的话吗 对于美国来说 预测中共遵守和不遵守协议 就像预测太阳 明天是不是从东边出来一样 根本就不需要预测 中共永远不会言而有信的 但是川普为什么这次又放声了华为呢 所以有的人就说 川普总统对邪恶 总是保留这么一个打击的 这个手软的方式的 他们认为川普对文明事件 从来没输过 对独裁政权从来没赢过 我不是这么看 我认为川普他谋划的是明年的大选 因为贸易战是硬指标必须完成 川普就任以来 他曾经结束了奥巴马搞的TPP 那么他在对中国打击的过程中 他就一直想完成一个中美贸易协议 有这个中美贸易协议 他才可以跟他的选民交代 第二个川普他有一个重大的承诺 就是关于朝核维基伊朗核维基的问题 对于朝核和一核的这个协议 是否是额外的能够获得 那么是否能给川普额外加分 那只是锦上添花 但是中美贸易协议对川普来讲仍然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 独裁者是从来不执行协议的 但是川普心里面也明白 你执行不执行那是下一步 咱们只要签了就是胜利 就可以赢得了选民 就可以跟选民交代了 你看我们成功的跟中国签订了贸易协议 至于中国不执行 不执行可以啊 到下一个任期再处罚啊 因为所有的协议上面都已经白纸黑字 写了如果不执行 我们会有处罚的条款的 因此签掉了实际上就是胜利 所以川普呢 他还是非常重视有这么一个协议的 尽管他嘴巴上讲 有没有协议不重要 我们只要加关税就行 因为加关税的目的都是促成了协议最终的签议 所以你看川普他封锁中信华为 以及他后来解禁中信 包括现在准备对华为部分解禁 我们都可以看出是川普的一种博弈手段 当下国际贸易的大门都是向全世界敞开的 美国的资本家 很多都是为自己利益为目标 你对美国的销售渠道进行封禁 那么这些企业在国外也有 他们的企业和他们的其他的销售渠道啊 利益会驱使这些企业 他们通过别的渠道 来违反美国政府的禁令 然后达到他们做生意魔力的目的 所以说美国对华为的封禁 只是美国本土能够封禁 除了美国本土之外 其他国家的 美国在其他国家的那些分公司 或者是在别的国家公司 参股的那些企业 他们跟华为之间有勾当 你是很难尽得住的 当然了 我个人认为大阪川京会 这次川普最大的败笔 是川普他放生了华为 他放生华为和中性不同 因为之前川普中盟制裁华为 是威逼所有的盟国都放弃华为的理由 认为华为承载着对国家利益的安全风险 而这次川普放生的理由 仅仅是为了满足习近平的面子 和说为了照顾华为的就业 他完全放弃了安全威胁的这个立场吗 华为问题不是简简单单的 加关税减关税的问题吗 是你美国一直强调的 华为是对全世界都有安全有威胁的问题吗 既然你现在对全世界都有安全威胁的问题 它本来就是一条红线嘛 这个红线不能踩它的嘛 那么这个安全风险的这个红线 美国怎么会随便就放弃呢 就能放生华为 难道华为现在就对国家安全没有风险 没有危害了吗 那么你美国一直在强调的 美国也好西方盟国也好 坚决不能跟华为做生意 坚决不能跟华为有5G的往来 是因为华为有安全风险的这句话 那么你又是说给谁听的呢 所以说川普总统的这种做法 不仅仅是我们看不懂 美国的政治家 包括参议员卢比奥 他直接就发了审明 如果川普实际上解除了 对华为的这个禁运 那么卢比奥要推动一个 对华为制裁的法律 在国会通过 以法来永久禁止 华为可以跟美国做生意 卢比奥就说 他将立即发起 推动立法 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制裁华为的行动 进行到底 也就是说川普的这个行为 并不是什么 他没有一个风险的 那么也就是说 参议员们反对 美国的政治家们反对 共和党反对 每天瞄着他的民主党人 就更加反对了 所以川普他不要考虑 他如果真正放松华为的话 他会带来多大的风险吗 中共要比你美国狡猾的多啊 中共在G20川西会前一刻 美国农业部就透露 中国将向美国购买 超过54万吨的大兜 这个是自去年三月以来 中方购书的最大的数量 所有的舆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普遍的认为 这是中方在川西会之前 向美国示好 那么日本本地的时间 29号上午 也就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会面的前一刻 这个时间呢 华盛顿已经是夜里面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农业部 向大阪的川普团队 报告了这一点 那么川普团队在第一时间 就向川普做了报告 那么就在谈判前夕的最关键一刻 中国向美国购买 大量的大兜 数量都超过54万吨 这毫无疑问来讲 对川普来讲 是一个示好之举 显然川普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心情是会比较好的 因为川普一直是受到 美国农民巨大的压力 这是川普呢 最大的压力 川普的选票 大部分在美国农民那边获得 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的 如果中美贸易战 让美国农民受伤 那么明年2020年的大选 毫无疑问川普会丢失到最大的支持者 所以中共他显然知道 川普这个最大的心结 因此在谈判的最后一刻 就把这个订单下了 在大阪的川普和他的谈判团队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毫无疑问对谈判来讲 是有促进作用的 其实川普心里面一直有底 他跟中共这个谈判 中共到最后能不能兑现 是否最终会撕毁协议 川普根本就不是很在乎 因为川普对中共实际上是有很多 川普对中共实际上是有很多仇恨的 川普对中共的背心记忆 一直可以讲叫记忆犹新的 川普在没担任总统之间 跟中国打交道 上标的起诉问题 折腾了将近十年 从2006年一直到2016年 那么中美贸易协议 也折腾了他们两三年 从他就任总统以来 一直跟中国谈所谓中美贸易不平衡 所以说川普对中共 一直是比较狠的 川普对中共打击比较狠 他是可以获得人气的 他获得人气对他连任就是有好处啊 同时川普也能挽回一定的尊严 那时候给你中国商标弄得够呛啊 所以川普对中国又是制定了贸易协议里面的各种条款 又是对中国一二再再二三的加关税 弄得中国经济呢叫雪霜加霜 那么中共现在在大阪川西峰会上面 中共呢现在愿意把这个协议又回到起点 那川普没什么损失啊 川普又加了20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的关税上去啊 现在还是回到上次谈判的这个终点 也就是说本来已经按照川普讲已经谈到95%了 那要回到这95%啊 回到这95%以后然后再往下谈啊 至于谈下来以后 中国签下来以后会不会执行 那无所谓 你今天签你明天反悔 反悔以后川普再治你 所以说呢川普呢有他的想法 那么很多人都在预测中共这样去赌 是不是赌大选的下一年 赌明年这个美国总统究竟是不是川普连任 我可以基本这么说 大选的前一年就预测下届总统是谁 基本上来讲呢都是胡乱一侧 尤其是换届的总统 一般连任的总统呢还好说一点 换届的总统能够被你猜中的真的是很少 川普参加大选前一年 中共如果能看到川普有0.1%当选的机会 也不会判川普在中国的商标全部赎啊 1948年时候 蒋介石当时对美国的大选就完全压错了 他丝毫不看好杜鲁门 结果呢美国民主党完全抛击了蒋介石 蒋介石丢了江山 也丢了中国大陆的民主制度 让中国的专制持续了70年 2007年的美国大选 有谁能猜到奥巴马这个黑人 他最终会赢 中共从来就没押过奥巴马 但是中共后来是意外地收获了奥巴马 因为奥巴马执政的八年 恰好给了中共最大的绥靖政策 得到中国一个疯狂的发展的机会 在中共的眼里面钱多就是大爷 所以习近平他因为有那么多钱 他可以在全世界摆谱 可以拉拢所有的西方国家 尤其是拉拢那些穷国家 所以习近平就把中国巨大的市长 作为一个美国博弈的一个砝码 那么川普他也是看中习近平 所给他的头起所好 你看习近平这次高层峰会 他开篇的谈话 习近平他认为他自己钱多就是大爷 竟然习近平的钱 不一定比人家杀的王储多 但是习近平他就像一个挂着大金链子的流氓 他一开篇就是给川普 上中美关系的课 他给川普就恶补一下中美历史 把48年前名鼓乒乓球小球带动大球的中美历史 给川普再次科普了一下 然后又开始强调中美关系如何的重要 去年阿根廷G20峰会的时候 他也是他一口气一个人讲了45分钟啊 这次他明知道是来谈中美贸易协议的 但是习近平偷梁换处 又把他跟川普的见面 把他摆成了中美关系啊 48年前也就是1971年 离这里100多公里 明古屋当时呢 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中美的乒乓球运动员啊 在那里友好互动 于是呢 就出现了中美的乒乓外交 创立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一个历史佳话 那么8年后1979年 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 现在40年了 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始终没有变 那就是中美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合作比摩擦好 对话比对抗好 近来呢 我同特朗普总统先生 通过电话书信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今天我愿意从总统先生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交还意见 也是为下一阶段 两国关系发展 定向把握 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又没到断交的地步 现在要谈中美关系干嘛 先把贸易战的事情谈好啊 中美关系重要不重要 川普心里面明白得很 那么贸易战的问题现在是你习近平必须要越过的一个喊 习近平呢 他可能非常佩服自己的谈判水平 他好像比川普的商业谈判的历史经验都更要丰富一样 他本次谈判又再次顾忌从事 去年G20川西峰会习近平45分钟 在阿根廷的演讲 他对他自己非常的佩服 他认为他拖延了美国90天的这个缓信期 这一次呢 他希望呢 能够再次顾忌从事 当然川普给了他一定的回报 川普不是给他争取到了 对华为的部分解禁吗 但是川普的话是留有很大余地的 华为的问题是要放到最后谈 什么叫最后谈 那也就是协议谈完了之后 才能谈华为 那么按照这样讲的话 那么中共首先是要过协议这一关 川普在跟习近平见面之后 川普在29号会晤过沙楚的王鼠萨勒曼 他在会晤这个萨勒曼的时候 他对媒体表示 他提议朝鲜的领导人就是三胖 可以到三八县 也就是到三八县这个韩朝的这个分界线军事区 川普呢愿意呢跟他短暂会晤 寒暄一下 我们会在一个地方 我们可能会去的DMZ 或者是他们叫它 那 当你说到一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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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坑 没有人通过那坑 就是没有人 那是叫一坑坑 但是我们在那里 我们会看起来 我们会看起来 因為川普答應整個大阪峰會之後 他和文在寅一起飛到韓國對韓國進行訪問 在訪問期間他願意到朝韓軍事分界線那個板門店的那個會議室去 如果三胖願意過來他可以跟三胖在那短暫會晤寒暄一下 這是川普他通過推文和通過對媒體放出個信息 目前來講三胖還沒有給予回應 三胖是否願意去去以後跟川普能談什麼 這目前來講我們很難說 因為你看前面兩次川經會尤其是第二次川經會 準備的那麼充分三胖和川普實際上見面只有十幾分鐘 那麼這一次到這個板門店這個臨時的談判 不算是正式談判僅僅是寒暄一下有可能寒暄一下也可以有十幾分鐘 而這十幾分鐘有可能就能解決很多重大的問題 川普他通過這種方法都是出其不意 那至於三胖接不接招那就看三胖怎麼想了 因為習近平在跟川普的談判中 他一再強調他對朝鮮問題有多少多少的幫助 他可以幫助川普怎麼樣怎麼樣去解決三胖的問題 顯示中國在三胖中國在朝美問題上 中國可以在裡面起很大的推動作用 其實川普完全可以甩開習近平 因為川普跟三胖有直接溝通的渠道嘛 三胖他心裡面很明白嘛 川普主動邀請三胖到三八分界線去見面 就是給三胖一個直接碰面的機會 這樣用不著你中國在裡面傳話嘛 因為川普和習近平的使命是完全不一樣的 川普參加國際會議就是為美國利益而去的 川普也好安倍也好 其他西方國家的這些手腦 每一個手腦都是為了自己國家人民的利益去的 習近平不同啊 習近平他去 習近平去不僅是要解決中美貿易問題啊 還要解決朝核問題啊 他還要給全世界經濟去把脈開放啊 他要給世界大國的領導人看病啊 他要解決世界經濟貿易的問題啊 習近平是要解決全人類啊 境界完全不同啊 因為中國共產黨最終是要解決全人類 是要搞宇宙人類命運共同體吧 所以說習近平他是帶著要解放全人類這個目標去 因此朝核問題也好 其他西方國家把脈開放也好 習近平是一個崇高的使命啊 共產黨的領導人永遠講得都那麼好聽 獨裁者永遠都是叫別人送命 伊朗總統魯哈尼這次被美國一下查封 他個人賬戶就達到兩千億美元 這兩千億美元佔了伊朗的GDP的40%啊 但是魯哈尼他卻號召伊朗人民每天就吃一頓 用每天吃一頓抵制美國的打擊 那利比亞原來的領導人卡達菲口口聲聲 一切都是為了人民和國家 他死的時候有兩千億美元被各國凍結 本拉登叫別人的孩子都送死當人肉炸彈 但他自己所有孩子全部要移民海外 全世界所有的獨裁者都一樣 叫人民犧牲付出 他們自己呢吃香的喝辣的 坐香人民的血汗 習近平也是這樣啊 共產黨也是這樣啊 共產黨不斷地號召老百姓你們反抵抗美 要大家吃草 要大家搞自力更生 但是所有中共的大小官員 他們自己已經榨取完了人民的血汗 貪汪了人民的財產 把他們自己的老婆孩子小三都藏在海外 現在人民要接一束時跟美國人打貿易戰 那麼貿易戰的結果究竟最終是達到什麼程度 老百姓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這都是我們不用討論的 中國無論付什麼代價都是老百姓付 但是最終中美貿易戰 美國是不是就放過了中共 讓中共能夠起此回程 我覺得我們今天下這個結論還太早 所以說中美貿易戰大家還有一個相當的過程 整個這次峰會它不是結束 恰好是中美貿易戰峰會路展的另一條西境 我們大家一定要有這個耐心 因為兩個大國的博弈 絕不會在一個戰役兩個戰役上就取得勝負 一定還有一個長期堅持的過程 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做到這裡 謝謝大家